踏入11月份未够10日,美汇指数又突然脚远,由94点之上急插至跌到92点水平,累积跌幅多达2%以上。大家不可不知,近几年美元的跌幅亦不少。再加上美国及世界各国因新冠肺炎展开量化宽松。 加速美元跌势,由于投资技巧需要浸淫,不少人都宁愿购买住屋物业对抗现金贬值,反映楼市购买力不足。就以美汇指数近几年来走势而论,2016年底曾经高见102点。 但最近美汇指数已跌到92点,跌幅9.8%,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后,美元也曾维持高期,暂立于103点高位,比2016年环要高。 数月间已因梁欢政策反复下挫至92点。梁欢威力巨大,2016年底至今以美汇指数计算,美元只下挫9.8%, 似乎不算太大,许多人都承受得起。不者是举一个例子。两三年前,九龙市区一个新盘开售。 200多尺单位开售价约710万元,但时至今日。 同样是200多尺单位。在新界东要动用近780万元。 升幅约10%。一些优质单位更要近900万元。升幅约25%。 从住屋物业反映楼价升幅大过美元跌幅。 再举一个例子。以2016年底绩二手楼指数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,计算。 当时大概144点。目前CCL经已上升至177点。 升幅近23%。由此可知。投资者经过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及量宽洗礼之后。 经已认定美元面对量宽之时。多数是汇价趋跌。 反弹指示间中有骤语现象。长线看跌居多。港元与美元有联系汇率制度实行。美元暴跌。港元亦难以逆史而大升。始终要跟着美元向下。 而且今年3月美国的量宽是无限的。美元跌到哪个水平更加难以估计。既然大家都见识过2008年的量宽。 其后楼市及股市这些资产价格均高大幅上升。所以越来越多人会将资金靠拍在楼市及股市这些投资市场。 以求达到保本增值目标。因为他们知道各国量宽会产生货币贬值的后果。如果继续持有美元等货币。将会面对自动贬值的问题。 假设是两个月贬值百分之二。持续会令持有人损失惨重。 纵使美元等外币贬值幅度从美汇指数去看不算巨大。 但却跑输楼市及股市资产。必须急起席追。 以免财富购买力越来越落后大市。 不利现今次有人。